嗨,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Coc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不知道什么日子,一大清早起来呢,我吃了很多娱乐圈的瓜之后 没想到一到单位迎来了更大的一个灾难性的苦瓜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我三个月之前发过一个视频 当时呢,魁省的移民局呢,出了一个政策说是暂停PEQ留学类的这个申请的递交 然后说是到10月1号来恢复,你看,眼看着马上就要到了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已经读完了这个PEQ,已经开始有了毕业证书 然后考出了法语,准备递交了 就在这个时候,今天呢,魁省的移民局又发布了新的政策 而这个政策呢,也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变化 然后它其中包括了一个是要通过一个价值观的测试 还有就是PEQ经验类移民的重大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变化 那关于这个价值观这个测试呢,我们稍后再说 先来说一下关于经验类移民的这个PEQ的政策的变化 因为它其中关乎很多的就是正在读这个专业 特别是准备毕业之后马上要递交的这些人 还有就是魁眉克数以万计的这个留学生们 然后我今天呢,也是特地咨询了非常专业的移民类的律师 他也是当地的这个魁眉克人 所以他对这个政策的一直是比较了解的 他也为我进行了一些详细的分析 那总之呢,大家先不要着急平复一下心情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些政策有什么样最大的变化 然后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解决 那首先来说一下留学类的PEQ 那关于PEQ究竟是什么,有什么专业呢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发布的一个这样的视频来看一下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新政之后它到底有哪些变化 那首先呢,这个PEQ留学类呢,它是仍然保留了毕业后三年内申请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周期 那同时呢,也是保留了包括本硕博、大专以及职业类培训的这个相关学历 这些都是没有变的 但是它增加了一个900小时的职业培训的学历在这个列表当中 那这一次我们所说的最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指的,我们经常大家同,大家经常说的这个PEQ呢,其实就是这个职业培训这一块 那这一次呢,移民部增加了毁灭性的一个受训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只有在魁北克受训列表中,这个有sectionA和sectionB的part2部分 这样的职业呢,才符合留学类的这个PEQ的申请条件 也就是说它砍了很多的专业 那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怎么样的专业符合这个申请要求 而哪些专业被砍掉了 那我咨询的这位移民律师呢,给了我一个这样的list列表 然后今天我们一上午花了两三个小时来对照其中的这些专业 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下 那可能也并不是非常的全面 因为具体的这个list呢,据说这个魁省移民局说还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进行更新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有的这个sectionA部分 也就是说,以sectionA部分当中,也就是说这些专业是可以进行申请的 依然是有效的 我这里说的呢,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PEQ培训类的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现在依然保留的是机电自动化 护理,机械技术,机械加工 sectionB部分的计算机支持 建筑与维护,工业机械 通讯设备,安装与维修 还有厨艺,纹密,板金,还有焊接及装配 这两个就是AB这个部分呢 这些专业呢,是可以进行申请的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这个厨艺 那之前大家很多人来这边读这个选择PEQ专业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厨艺大家很多人都放弃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说这个厨艺的这个课程呢 它是单就厨艺这个一个课程来讲是不够1800学识的 它需要有个拼接 也就是说日后还要再去读一个这个相关的 这两个加起来完成这个1800学识 那现在呢 因为它现在增加了这个900学识的这个学业的列表 那这个里面也包括这个厨艺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在读厨艺的人 他只要读够900学识就可以毕业了 那所以说很多人也在说呢 最后是厨师笑到了最后 那再看一下哪些专业现在被砍掉了 这就比较的惨烈了 因为我的很多的朋友都选了这些专业 是非常热门的这个Pico培训的专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ction C部分 也就是现在被砍掉的部分有哪些呢 美容 气修 我之前不是给大家看过那个 我有一个好朋友 就肖同学 他就读的这个气修专业 那索性他现在已经拿到CSQ了 还有工业制图 还有室内设计 摄影 建筑制图 这几个专业呢 都是在很多的这个选择里面 是很多人会选到这样的专业的 非常的热门 还有这个section D部分同样是被砍掉的 其中有一个Pico的这个热门专业 一个头筹就是桌面出版 还有珠宝设计 那这两个专业呢 现在也已经被砍掉了 也就是说正在读这些专业的呢 他们即使闭了业 他们也不能凭这样的专业去申请CSQ 那关于这个留学类Pico 我们说完了专业 再看它一个重大的变化 也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申请人如果有随行配偶 申请人和配偶都需要提供法语 中高级水平的证明 那同样它的证明的方式呢 就比如说一个标准化的法语考试 就我们平常经常说的 你要考出这个双B2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满足这个比如说你要接受面试 那也要过这是一个证明方式 还有就是用法语完成三年的这个全职的课程 那这样一来呢 其实很多很多比如说配偶 他本来不需要考试 他只要专心工作就行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任务更重了 对家庭试来讲 那另外这次不是增加了这个900学试的这些专业吗 在900学试和不超过1800学试以下的课程呢 在递交PEQ留学类申请的时候 还也是要提供这个六个月的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的 OK那说完了本次魁北克省移民局出台的这些新政当中 留学类PEQ的变化之外 来看一下工作类PEQ的变化 那首先是在递交申请前24个月内 需要至少有12个月的0类A类B类的工作经验 那第二就是说如果申请人从事的是C类D类的工作 那么需要在申请前24个月内拥有18个月的工作经验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属于0类A类B类的工作 那么你在C类D类的时候 这个工作经验相对要求就要更长一些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职业列表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0类A类B类C类D类 那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其实在魁省的这个移民局的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我这里大概的列了一下 0类呢其实就是一些管理类的职业 比如说一些主管啊经理啊部门负责人啊等等 然后他呢这一类的职业呢 就是教育水平和语言水平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而且很多都是教育水平至少要在本科以上的 这是属于一个0类 那么A类呢就是一些专业学术的职业类了 比如说是一些公务员演员律师 审计师牙医等等 他是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方面的这样的职位 然后一般也会是本科以上 那具体的要求是根据他的专业不同的也会不太一样 那这个B类呢B类就是说一些比较专业的技术类的职业 比如说什么测绘员啊水电工啊律师助理啊 面包师啊银行信贷管理这样的工作 这一类呢都属于B类 那这个0类A类B类呢 你需要递交的是12个月的这个工作的经历 那么下面的C类和D类呢就要交18个月了 那这样的工作是哪些呢 这一类就是一些专业技术类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 比如说游地员 前台接待 售货员 帮厨 农民 厨师 教练等等 这样的工作相对比较好找 但是他可能需要你提供的这个工作经历的时长更长 那同样你也可以进入这个工作类PEQ的这个递交了 那以上的这些魁省的移民新政呢 是从2019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 也就是说其实相当于就是立刻执行了 对于很多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突然的 而且一点缓冲的机会都没有 就比如说你现在 其实你一切之前的条件都满足了 你本来想马上递交的 但现在都不行 因为整个留学类的申请就是从11月1号开始 而他一旦开始接受递交申请的时候呢 你就要按照新的这些移民政策来进行申请了 那比如说现在就我之前提到的很多专业的这些小伙伴呢 他们现在可能就不能够按照原来那样就是递交 毕业和法业成绩就行了 他们可能就要转而寻求一些其他的方式 就比如说进入一些技术类的移民 或者是进入这个工作之后再递交申请 那下面来说一下这个价值观测试 这个其实就比较有意思了 其实之前魁省呢一直在提这个要求 他就是希望新移民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叫做 学习民主价值观和个人权利和自由宪章所表达的魁北克价值观的证书 那这个证书呢每个人有两次的考试机会 如果你两次都没有通过呢 你就要参加一个价值观的学习课程 然后进行第三次尝试 那很多人是大家都今天讨论的最多是价值观这个测试到底要考哪些难不难 那基本上呢其实他的一些考题都是比较泛泛的不会特别的难 那关于这个价值观测试呢 他的考题基本上是会是怎么个情况 大家其实今天有诸多的猜测 而我在当地的这个美法语类的这个新闻的媒体新闻当中呢 也看到他们给出的一些价值观测试的这个范围大概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会有这样的题目 比如说有一提示 在魁省法律规定男女享有同等权利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嗯 简不简单 第二个 在魁省以下哪些情况是允许结婚的 他有几个选项 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两个女人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就是一个多选题你来选择 那第三个 比如说魁省的官方语言是什么 下面有几个选项 法语 英语 西班牙语 法语和英语 那第四题就是说 比如说 嗯 以下哪种情况 拒绝求职者属于歧视 A是拒绝怀孕的女人 B是拒绝一个缺乏所需文凭的人 C是因种族背景拒绝求职者 那其实这样看来 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题目呢 其实不会特别的难 但它其实也是体现了魁省的这个多元的文化 你需要可能大概了解一下 在魁北克省 这样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然后一个个答题 应该是不太难的 所以说价值观测试不是一个难点 最难的还是之前提到的这些巨大的 PEQ的这些政策的变化 那现在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就今天我所认识的这个移民律师呢 他的这个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所以在明天我的下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会给大家来根据一些实际的案例 来进行提问 来看一下你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